解放军中女兵最多的兵种 你知道几个 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女兵岗位 大家好 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 解放军女兵 女兵最多的兵种之一 便是女通讯兵 据统计 截至2022年 我军通讯女兵人数 已经达到了12万之多 不仅是解放军女兵中 所占人数最多的兵种 更是占到了 我军通讯兵总人数的60%以上 可以说 通讯兵向来就是女兵的主场 这也和女兵的心理稳定性 和细致性优势有关 能够对声音 图像等信息的处理 更加细致和准确 在应对枯燥 但却要求严谨的通讯工作时 要明显优于男性 女兵最多的兵种之二 为何是医务兵 同样是因为 女性所具备的细心和耐心特质 让医护女兵 成为女兵较多的兵种之一 据统计 截至2020年 我军所下的军队医院中 女医生所占比例 高达43% 而军队卫生所等单位 更是女医务兵集中的地方 另外 女医务兵的女性身份 有利于在战场救护 和日常医疗保障的各种情况下 更好地展现人文关怀 和对士兵的心理疏导 女兵最多的兵种之三 为何是文艺兵 文艺兵虽然不是战斗部队 但却是军队文化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通过歌舞 戏剧 音乐等艺术形式 创作出符合军队文化要求的文艺内容 为部队提供精神文化的同时 更能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而这类工作 自然使女性更具有表现力和创造力 因而 文艺女兵成为了我军文艺兵的主力 像解放军艺术学院文艺团 更是超过95%都是女兵